上载房檐上的几人面面相去 他们以为是将风萧萧追上了绝路 哪知此人想都不想就跳了下去 这份勇气当真是让人望尘莫及 游戏里如此落水会有什么后果 至今还没有人知道 此人竟然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不得不让人佩服 也或者是此人经常这么做 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大家是想破了脑袋都想不通 只能站在房檐边上 激动地等待着风萧萧落水的那一刻 风从耳边嗖嗖地吹过 风萧萧的脑海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游戏里的湖泊河流虽然不少 但是落水会怎么样 自己从未尝试过 也从来没有向人打听过 小说影视中 似乎经常能看到 一些踏浪无痕水上飘的高明轻功 但是自己是不是也能做到呢 这是风萧萧的心中 唯一的一线希望了 但是即使是在小说电影当中 似乎也从没见过 从这么高的高度落下来 还能踩水而起的 人家至少也得借助一个水面上的悬浮物吧 风萧萧连忙低头 在自己孤测的落脚点寻觅 没有 除了闭波荡漾的绿水 什么都没有 风萧萧此时 无比怀念信天楼里的那个小湖泊 密密麻麻的荷叶覆盖其上 如果放在此时 那看上去要有安全感多了 除了信天楼的小湖泊 风萧萧也十分想念信天楼 她十分想向信天楼购买一个情报 从如此高度掉到水里 究竟会怎么样 一切都是泡影 就在风萧萧踏上水面的那一刻 她就已经知道了 无论是风池电掣 还是迎风带月 都已经被风萧萧全力地施展出来 而且为了减小压强 风萧萧让两只脚 一同踩在了水面上 于是她的两只脚 同时向下一沉 风萧萧的心 也随之向下一沉 只是风萧萧的人 沉得远不如她的心沉得那么平静 双脚触水的一刹那 就已经积起了千层水 百朵花 风萧萧就在如此壮丽的体景下 消失了 但是水面尚没有因为她的消失而平静 她积起的浪花 一直涌到了池塘的边上 像海浪一样拍打着 站在房檐上的人 目睹了详细的全过程 最初的时候 都是用看跳水的眼光看待风萧萧落水的 水花没压住 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等到此时浪花翻起 一时之间都觉得心旷神怡 耳边仿佛都响起了海鸥的叫声 而此时的风萧萧 也正在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因为 即使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风萧萧也从来没有被水 淹得这么透彻过 冰凉的湖水已经没过了衣服 淹到了皮肤 装备所谓的回避之类 在此时似乎一点作用都没有 呼吸依旧是可以的 只不过吸进来的只能是水而已 但是却并没有过多难受 真实的被淹 肯定不会是这种感觉 而这一点 恐怕是因为游戏 而进行了修改吧 但是风萧萧 却能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 在刚才已经开始逐渐地下降了 起初下降的较慢 但是随即开始慢慢地加快 看来在游戏当中 的确有着淹死这种设定的 如果是这样 应该也有游泳这种设定 不过很可惜 自己是不会游泳的 长这么大跟水接触最多的时候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风萧萧觉得自己真是好笑 不知道自己一会儿 回到复活点的时候 会不会还是湿淋淋的 好在应该没人认出自己 否则传出去又是一个笑话 一个始作勇者的笑话 江湖中第一个被淹死的人 风萧萧的身子 还在继续下沉当中 他从这高处一跃而下的冲力 实在是惊人 区区的浮力 尚不能在这么快的时间 与其达到二力平衡 风萧萧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也像一个普通的落水者一样 挣扎着 企图在这请客间 掌握健将级的游泳技巧 只是他被这水淹的 并没有十分难受 而且又知道 即使淹死 也会在一会儿遍及复活 所以挣扎的并不是十分卖力 忽然 脚底传来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平日里 大家时时都能体会到的 脚踏实地的那种感觉 风萧萧不及细想 立刻把全身的力量 集中在这只左脚上 使劲向下一蹬 同时风池电掣 跟迎风待月 又一起拼命地使出 风萧萧惊喜地发现 自己下坠的身躯止住了 但随即又发现 自己开始向上窜出了 哗啦一声 风萧萧是破水而出 直冲云霄 风萧萧的心里那个爽啊 虽然不知道 刚才踩到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自己总算是脱离险境了 欣喜地伸手抹去脸上的水珠 而此时的身子 已经又开始下坠 风萧萧这才发现 自己如此直上直下 除了折腾自己 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没等风萧萧懊悔 已经又是扑通一声 落回了水底 但是这次他学乖了 一惊入水 就拼命地向下蹬腿 希望能够再度 踢到刚才的那东西 虽然有着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的说法 而且风萧萧自己 都有点不相信 会有这么巧 再能让自己踩上 但是事情 偏偏就是有这么巧 沉入水后一会儿 风萧萧又感觉到 自己踩到了一样东西 是不是刚才的那个 风萧萧无暇辨别 连忙再次奋力登出 这次 当然不会再犯 先前同样的错误 风萧萧的人 斜次地冲出水面 飘向了岸边 先前从楼顶月下 能够越过池塘的一半 照理说 自己再一月 应该就能上岸了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水中阻力的缘故 风萧萧这一月初 再度地落下时 脚下依旧是水面 哗啦一声沉入 风萧萧又是玩命地乱灯 这次 只要再给自己 一个借力的地方 无论如何都能上岸了 但是如果没有 风萧萧已经能够感觉到 生命无多 这已经是第三次沉入水中了 如果不能快点跃出去 就坚持不了多久了 想不到这次 依旧是这么幸运 沉入水中紧一会儿 风萧萧脚底 已经有了寄托 风萧萧心里知道 这次是绝对不容失败的 没有急着蹬出来 等脚下又踩实了一些 这才奋力的一蹬 第三次从水面飞出来 眼前迎接自己的 就是亲切的大地了 风萧萧的心中 真的是无比的激动 而身体 却已经感到无比的虚弱 连姿势都来不及调整 这一落地 却也是衰落在地上 岸边的地上 尽是草丛 风萧萧再怎么说 也是由轻弓飞出的 所以这一衰也没受什么伤 只是样子 已经是狼狈到了极致 浑身上下尸成一团 倒在地上 立刻沾上了大片大片的泥土 风萧萧的心里直呼 我的新衣服呀 挣扎着就想起身 再怎么说 这里还是在飞龙山庄里 自己恐怕尚未脱离险地 忽然 身旁响起啪啪的掌声 风萧萧回头一看 飞云拍着掌 从旁边的小树林中钻出来 微笑道 哈哈 萧老板的轻弓果然厉害 掉到水里都能够飞出来 风萧萧的心头一惊 此时才注意到 脸上的蒙面 早就不知在什么时候 已经不在了 大概是在落水的时候 被冲掉了 辛苦了半天 结果还是要这么狼狈地死去 风萧萧真是心有不甘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 此时自己身子发软 显然是生命下降了太多 而且先前的腿伤 此时似乎更严重了 面对顶级高手的飞云 看来是难逃一死了 但是更郁闷的是 自己的面目 居然还是被对方识破了 早知如此 不如刚才就淹死在水里算了 风萧萧叹了口气 不发一眼 心里盘算着 是否还有什么机会 想要逃走 腿上的伤是必须要弄好的 但是此时 哪有机会上金疮药 哪有时间给他养伤呢 飞云却是不紧不慢 缓步走上前来 风萧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哪知道飞云 只是走到风萧萧附近的一棵树下 然后就坐了下来 风萧萧一脸惊奇地望着他 忍不住说道 你想干什么 飞云也不看他 说道 萧老板今天是做什么来了 风萧萧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 路过进来随便看看而已 哦 萧老板是想看看 我们在大厅里招待什么客人吧 风萧萧面无表情地说道 可惜的是 我什么都没看到 萧老板 你何必看呢 其实你问我不就行了吗 风萧萧没有说话 只是望着飞云 飞云的举动 实在是让人有些费解 飞云叹了口气道 唉 我们在飞龙厅里见的客人 是天杀 风萧萧不知道 飞云所言是否属实 更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告诉自己 只不过 天杀跟金钱帮 却都是自己设想的 飞龙山庄的帮手 如果飞龙所言属实的话 那么也证明 自己猜得不错 飞云望着风萧萧道 萧老板 你想必也猜到了 我们会跟天杀碰面吧 风萧萧觉得 飞云的样子 似乎不像是在作为 于是自己也直言不讳 不错 我的确在想 天杀会不会是贵帮的帮手 好 那你现在觉得呢 哼 飞云帮主刚才好像已经说了 你们在接待天杀的人 难道 你们还是会为了 什么别的原因吗 飞云沉默不语 风萧萧继续道 飞云帮主 你究竟有什么话要说啊 你怎么知道 我有话要说啊 风萧萧怂怂间 如果你没话说的话 一箭刺刺我也就是了 此时我上来 已经有些时间了 除了你 居然没有别的人过来 难道不是你刻意安排的吗 小老板果然心思缜密啊 过奖了 所以 飞云帮主 你有话就直说好了 飞云盯着风萧萧半赏之后 终于开口道 对于这次即将发生的帮战 萧老板有什么看法呀 飞云帮主真的想听吗 愿闻其详 风萧萧一笑道 圈套 从一件冲天婚礼那件事开始时 就是一个圈套 但是却是一个 明知圈套 也让人不得不上钩的圈套 飞云的脸上 并没有露出什么表情 风萧萧也没有什么意外 自己之所以能想到这个圈套 其实就是从相信 飞龙山庄开始 作为飞龙山庄自己 当然更应该明白 这是个圈套了 所以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没必要再详细地解释 是个怎样的圈套了 飞云又说道 是不是圈套 已经不重要了 萧老板觉得 这又是谁下的圈套呢 风萧萧望了一眼飞云后道 天杀 飞云的表情依旧 只是说道 萧老板就这么肯定 哼 下圈套的人 当然也就是当初下毒的人 我只知道下毒的人是天杀无遗 说着 他又望着飞云一眼 飞云帮主 我说的这些 是否会影响到 你们跟天杀的合作呢 飞云苦笑了一下 哼 我们现在除了跟天杀合作 难道会有别的选择吗 就像你说的 这是一个明知是圈套 还是可以把人套住的圈套 无论如何 铁骑蒙这回 也是不会罢手的 风萧萧道 你难道会这么放心天杀 飞云突然站起身来 副手走到池塘边 望着对岸的飞龙听到 哼 没有天杀的元首 或者是天杀别有目的 我们最终的结果 都不过是被灭邦而已 难道还会有什么更坏的结果吗 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借助天杀的力量 那么我们就能够跟铁骑蒙他们一拼了 风萧萧望着他的背影 心念一动 忽然说道 这个局既然是天杀下的 他当然就是等着坐收渔翁之力 怎么会真正地出力呢 即使出力 恐怕也是要在能保障自身实力的情况下吧 所以我想 飞云帮主一定有对付天杀的对策吧 飞云帮主 你既然专程来找我说话 就不要有什么隐瞒了 有话就直说好了 飞云的身子似乎一动 猛然地转过身来望着风萧萧 风萧萧迎上他的目光 忽然 飞云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哈 萧老板 你果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 武功自不必说 虽然有的时候 会犯下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 不过 就此把你当成一个没头脑的人 实在是不应该的 风萧萧奇怪地说道 难道有人认为我没大脑吗 飞云黑黑一笑道 哈哈 这个嘛 我就不变名言了 有些话 萧老板你自己当然是听不到的 风萧萧有些郁闷 从他的话里 自己大概在江湖中很多人的心目中 是个没大脑的高手了 而飞云此时 又从岸边夺回来 望着风萧萧 突然说道 萧老板 你的腿伤不要紧吗 风萧萧道 怎么会不要紧呢 我现在是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飞云一笑道 哈哈 如果萧老板能站起来 恐怕早就走了吧 风萧萧也是一笑 飞云说得的确不错 如果自己身体无恙 哪会趴在这儿啊 上了岸 顺势也就会闪人了 飞云继续道 萧老板 不妨先把腿伤处理一下吧 哦 你不怕我跑了吗 哈哈 难道萧老板还觉得 我对你有敌意吗 风萧萧笑了笑 说句实话 他此刻也没磨清 飞云的目的 不过既然让自己智商 那倒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风萧萧敷上了金疮药 又吃戏一颗回复生命 现在已经是弥足珍贵的血药 巧整了一个坐姿 静静地望着飞云 示意他 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飞云微微一笑 千杀这一圈套的目的 肯定是为了削弱江湖帮派的实力 如果我们飞龙山庄 完全不堪一击 那么他只能做事铁骑蒙壮大而已 我想这一定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个也是他们愿意来帮助我们飞龙山庄的原因 那么为了达成他们的目的 方战的时候 他们不可能只是坐视不理 最起码要想办法 让两边的实力势均力敌 这样他们才能得到最大的甜头 我不管他们是用暗杀 还是什么别的方法 但只要我们飞龙山庄的实力弱上一分 为了实力的平衡 他们势必要强上一分 这样一来 铁骑蒙那边的注意力 恐怕就会逐渐转移到天沙的身上 此时在借机一举戳穿他们的阴谋 剿灭天沙 风潇潇听的眼睛也是一亮 连连点头 婴声道 这事也不是没有先例的 我记得上次铁骑蒙跟金钱帮帮战时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天沙就在幕后帮忙 结果铁骑蒙对天沙的怨恨 反而要超过对金钱帮了 飞云也是微微一笑道 不错 我们也是从那件事中受到的启发 既然现在你们已经要跟天沙联手 那么研究你们帮里都有谁是天沙的人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飞云摇摇头 不 即使某人是天沙的 但是他现在还是可以以飞龙山庄的身份出现 所以我还是不知道 风潇潇刚要说话 却又被飞云抢断 其实知不知道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这次之后 天沙就是不解散也要大受打击 这些人的立场 他们会自己重新决定的 飞云自信满满地说道 风潇潇沉默 飞云的话也不无道理 网游中所谓的忠诚度 原本就是非常不可靠的 游戏中幻邦派之类的事情 再普遍不过了 一般不会招来什么飞翼 当然也有个别是例外 烈焰就是一个极品 飞云的话似乎已经说完 他又转过身去 望着身前的池塘 望着池塘对岸的飞龙厅 风潇潇望着他的后背道 我有些想不通 你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件 飞云转过身来 盯着他说道 你真的不知道 风潇潇茫然地摇了摇头 飞云道 肖老板的身手 全江湖恐怕要与我们 飞龙山庄的人 领交得最多了吧 风潇潇笑笑了笑 好 恐怕是了 飞云点点头 我们全帮上下 都知道肖老板的可怕 正巧也知道 肖老板在铁骑盟里 有几个不错的朋友 而上次铁骑盟跟金钱帮的帮战 出手阻止天杀的 就是肖老板 所以啊 我只是希望 这次肖老板 在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之后 不要再插手进来 风潇潇嘿嘿一笑道 飞云帮主 这一点你可就看错我了 虽然我在铁骑盟 有几个不错的朋友 但是我并不是铁骑盟的帮众 我没理由在帮战的时候 替他们出手吧 至于上一次嘛 那是有着另外的原因 我就不跟你说了 而这次帮战 就目前为止 我是一点出手的打算都没有 但是我却不能跟你保证 毕竟以后的事情还是很难说的嘛 不过你放心吧 有关你们的计划 我是半个字也不会透露出去的 飞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点头道 有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了 风潇潇又道 不过飞云帮主 你的计划 似乎是完全对付天杀的 现在在这公然跟我谈起 你就不担心 突然过来什么天杀的人听到吗 飞云微微一笑道 我说了 我们和天杀联手的事 暂时不能为外人所知 所以刚才事发之后 天杀的人已经全部都离开了 而至于我们帮的人嘛 再怎么说 我也还是个帮主 我要说跟萧老板说两句话 他们应该不会有意见的 风潇潇忽然道 飞云帮主 其实你主要是想试探下 我看没看到刚才飞云听的人 不过你的方法的确高明 不管我看没看到 索性一股脑的都告诉我 说实话 如果不是这样 我在看到里面天杀的人之后 很有可能就说出去了 不过现在嘛 我却不得不帮飞云帮主 保守这个秘密了 哼 我说的对吗 飞云只是笑了笑 没有说话 风潇潇叹道 哎 只是可惜了 游戏里没有杀人灭口的方法 否则飞云帮主 也不用这么费事了 飞云看了看风潇潇道 萧老板 有些事大家心知肚明 哼 我看也没有必要挑明了吧 风潇潇点点头道 说得好 既然如此 我也就告辞了 飞云一动不动地说道 不送 风潇潇的伤势早已经恢复 此时一抱拳 转身钻入林子 片刻就已经消失 只剩下飞云一个人 矗立湖边 他走了 忽然 一个声音在林子里响起 走出来的是惊风 不送 飞云回过头道 你确信 这样就没问题了 惊风只是走出林子 就没有再动了 飞云点头道 咱们和他打交道 也不算少了 他应该是这样的人 惊风道 他许下的承诺 你相信吗 我倒觉得 他不像是个 说话算数的人 飞云笑了笑 哈哈 他的确不像是个 遵守诺言的人 只不过 我觉得他不是不想 遵守诺言 只不过有的时候 会忘了自己在什么时候 有过这样的承诺而已 只要不会忘啊 他应该就会遵守的 今天的事 他不会忘吗 哈哈哈哈 你从那么高的地方 掉到水里的事 你会不会忘啊 惊风笑了 飞云也是一笑 风从林子外面吹入 瑟瑟而响 几片地上的树叶被风卷起 滑落到水中 缓缓地飘去 风潇潇窃窃出林子 就看到了飞龙山庄的围墙 一个翻身 便及越过 全速向扬州方向赶去 几分钟前 他已经收到柳若旭的消息 说伤势已经没有问题了 问他要不要去练集 风潇潇已然答应 此时当然不敢怠慢 柳若旭还待在那个茶楼上 我从哪里来跟贤乐 则已经不知在何时离去了 风潇潇起步奔上 柳若旭一看到他 眼睛立刻瞪得极大 而所有楼上的茶客 也用类似柳若旭的目光 打亮过来 这种目光 风潇潇在路上 已经看到不少了 此时楼内的玩家 看到他之后 不少就跑到窗外 向外张望了一下 奇怪呀 外面根本没下雨 这人怎么会失成这个样子 其实风潇潇如今的模样 光下雨是完全不够的 还得是下湿泥才行 柳若旭打亮了他片刻 才失声道 新衣服呀 你怎么搞成这样 风潇潇有些尴尬地说道 哦哦 十足落水了 柳若旭过来 揪着他的衣服 反复地观摸道 有没有坏呀 游戏里的服装 一般除了战斗 其他时候 是不会伤害到耐久的 但是风潇潇的 实在有点太不像样 因此 柳若旭会有此疑问 风潇潇摸了摸头 耐久也是看不到的 自己怎么知道 只能含糊其词 这个 这个不太清楚啊 旁边有好心的玩家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对风潇潇喊道 你下线试试吧 上线之后啊 就会复原了 于是风潇潇 暂时离开了游戏 片刻之后重新回来 衣着 已经光鲜起来 柳若旭大松了一口气 这才开始审问 怎么掉进水里的 几乎全茶楼的人 耳朵都竖起来了 风潇潇觉得 此事室宽重大 不应该在人 这么多的地方讨论 于是拉起柳若旭档 边走边说吧 茶楼里的玩家 都失望 而又不满地望着风潇潇 却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两人 带着这个谜团离开 无奈 总不能追上去听吧 两人相恋极曲奔赴 风潇潇也没有多言 只说自己 飞越一所房子的时候 没注意到 房子的后面 是一个小池塘 于是就掉到水里了 柳若旭倒也没有详细打听 是哪儿的房子 哪儿的池塘 只是非常遗憾 自己当时不在场 没有看到 这弥足珍贵的画面 恋宫区依然火爆 两人直奔自己熟悉的地方 不过此时 已经被别人占了 不过并不要紧 包集练功区并不紧张 有的是地方 突然 风潇潇的眼里 出现了一张熟面孔 风潇潇一跃而上 一把拍向他的肩头 嘿哟 花兄 你怎么在这儿啊 游戏的练功区 都是非常的辽阔 不是约好的 一般很难遇到熟人 而单独练集的时候 突然有东西挨到自己身旁 那真是让人魂飞魄散的事情 此人显然受到这种打击 忽然一个身影就出现在了面前 似乎还发出了什么声音来 就根本没留神听 匆忙间 只记得先往旁边一闪 避过了风潇潇这一拍 而手里的长剑 立刻叙事待发 指向了这个不速之客 风潇潇一掌拍空 愣在当地 对方此时也看清楚了风潇潇 长剑停在半空 叫道 哎呀 是潇老板呢 风潇潇苦笑了一下 是我呀 哎 你搞什么鬼啊 此人却是信天楼的花为伴 只见他松了一口气的 哎呀 这是我该问你的吧 你搞什么鬼啊 突然就窜上来 吓死我了 我以为是我身边 刷出了什么怪了 风潇潇一愣 怪不得他刚才那么紧张 原来如此 于是笑道 哎呦 那是我不好 哎对了 你怎么会在这啊 花为伴有些奇怪 我练级啊 当然就在这里啊 风潇潇有些不好意思 他的意思其实是指 这里是七十级以上的练级区了 花为伴能在这练 等级当然不会低于七十级 七十级以上的 当然就称得上一声高手 只是他没想到 花为伴居然会有这么高的等级 所以会有此疑问 但是这话 又怎么好意思明说呢 风潇潇想迅速找话题岔开 却不料情报人员出身的花为伴 太善于察言观色 分析心理 一下子就猜出了风潇潇的真实想法 却也没有生气 微笑着说道 小老板大概以为我们信天楼里 没什么高手吧 其实也是 我们信天楼里 的确没有 萧老板这么显眼的高手 但是等级高的人 还是有不少的 被人看破了心思 风潇潇有些不好意思 只能晒笑 好好好 是吗 我还真没想到 花为伴笑道 好 我听帮主提起过 萧老板跟他认识的时候 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个时候的信天楼 还是偏远山区里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帮派 萧老板 恐怕是把认识 停留在那个时候了吧 风潇潇挠了挠头 好 恐怕是了 花为伴也不想在这个方面说太多 让风潇潇难堪 于是主动转移话题道 哎对了 你们也来练集吗 信天楼的情报人员 当然不会不认得 最近风头正进的柳若旭 更不会不知道 风潇潇跟柳若旭之间 模糊不清 魔能两可的关系 但是他并没有露出 哪怕是半点这方面暗示的表情 一本正经的样子 让风潇潇觉得 自己来这里练集 是天大的事 剪过头之后 风潇潇问花为伴 要一起吗 和这两人一起练集 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花为伴怎么可能拒绝 连忙像小鸡着米似的点头 风潇潇打开允许组队的开关 把花为伴加入 随即再度关闭 如果不关上这个 这一路走来 两人的申请组队名单 可以挤得炸掉 在花为伴一脸期待下 练集开始了 柳若旭双手一扬 孔雀灵已经飞出 而风潇潇的人影一晃 就闪到了怪物的队伍中 花为伴一愣 大惊失色道 小老板 你要做什么 风潇潇挥手接过 柳若旭扔来的三枚普段暗器 笑道 哼 我听你的话 练功准备去接七绝悬锋剑呢 这只是个玩笑话 就算是真练成了 自己又怎么可能有机会 跟一剑冲天交手呢 虽然直到如此 但是能够接七绝悬锋剑 但这一句话 就已经有足够的动力了 风潇潇接过这三枚 心念一动 朝柳若旭叫道 若旭 以后每次给我扔四个 柳若旭心领神会 烟然一笑 四枚普通飞刀 飘向了风潇潇 风潇潇接过暗器 忽然觉得 自己的追风除日 实在是有必要加强练习 今天跟金钱帮交手的时候 主要还是靠着这一招啊 攻击强大的招式 到底还是实战中最实惠的 如果一招就能秒杀敌人 当然也就没必要 什么减缓效果一类的 行动远比想法要重要 风潇潇再接过 柳若旭的四面暗器之后 大叫了一声 停 柳若旭跟花围半斗吓了一跳 一起瞪着他 风潇潇几步上前 拉着柳若旭道 你自动回复的暗器还有吗 柳若旭点头 哦 我有留下的 风潇潇一伸手 柳若旭递了上去 风潇潇闪身返回原地 大叫继续 于是在接暗器的前辖时间里 风潇潇开始向外标暗器 但是出手叫轻 以免把怪的注意力 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现在的柳若旭 是他们想要集中打倒的目标 风潇潇偷控 又看看花围半 他也是混迹于怪物群中 果然如他所言 他的武功丝毫没有特异之处 一剑一剑地滑出 威力也看不出惊世骇俗来 手里的长剑也较为普通 风潇潇觉得 他比起义军天这类高手 还要训赏一筹 不过花围半的武功 风潇潇确实不识 于是问道 你是哪个门派的呀 花围半笑了笑 武当 哦 和一剑冲天一个门派 哎对了 那你会不会太极拳 风潇潇继续问 哦 太极拳也是隐藏任务 我可没那么好运 风潇潇叹息 太极拳的威力 他今天是又目睹了一回 居然能够划出气劲 挡开剑无痕刺来的剑 虽然有可能是内力的缘故 但是看它划出来的是个太极图案 可知主要原因 还是在这太极拳的身上呀 七绝悬风剑 自己已经有办法对付了 但这太极拳又怎么办呢 风潇潇苦恼地想着 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总想着对付一剑冲天干什么呀 当下摇了摇头 专心地修炼 练急 一直练到要下线 风潇潇问花围伴 明天还来不来 花围伴笑道 不必了 离开我那分舵太久了 好多资料都没整理 我得回去收拾一下 末了又叹息道 哎呀 这铁骑萌 到底还要不要打呀 这也成了风潇潇的疑问 这一下子又过了一个星期 扬州城 居然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玩家们已经开始怀疑 这消息的可靠性了 毕竟大家都是道听途说 铁骑萌 可从来没有出面证实过 当然 即使有 铁骑萌也不可能出面证实的 风潇潇问老大跟逍遥 两人也不知帮主在搞什么鬼 反正这些日子 很难见他人就是了 只是他要求过 大家的在线时间要统一 看来随时都有动手的可能 怀疑的人越来越多 扬州城内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当然 像风潇潇这样 掌握确切消息的 是打死也不会离开的 这一周结束 专一的修炼一门武功 的确是效果非比寻常 风潇潇的捕风捉影 已经提升到了五 距离自己出定的目标 只有两步之遥 风潇潇又开始幻想 如果一直修炼下去 到了十三的时候 是不是剑无痕地追魂十三剑 也就不在话下了 如果再往下 柳若旭 这至今没有统计过的暗器数量 是不是也能被自己 一把搂进怀里 而这一周里 追风逐日的修炼 也不容小事 虽然没有捕风捉影的 捕捉数量那么直观 但从出手速度上能够看出 进步也是不小 再加上 一直默默提升的心眼 风潇潇初步估计 如果还有武功等级制度的话 捕风捉影 当然就是五级了 而追风逐日 恐怕已经在七级以上了 柳若旭的实力 也越来越强横了 现在拿着孔雀灵 面对这些七十级的NPC 简直就跟玩一样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再得一盒孔雀灵 让暗器的数目 能达到二十八枚 十四枚 让他有些捉襟见肘的感觉 飞龙山庄落水事件之后的 第八日 风潇潇上线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 扬州城内不同往日的气氛 扬州城内的人 竟然会如此之少 风声清晰地在耳边呼啸 平静的街道上 卷起一波一波的尘土 但是天 却依旧这么晴朗 风潇潇已经察觉到 有些不妙了 出什么事了 帮战开打了 没理由啊 老大跟逍遥 也是才刚刚上线而已 就算不通知自己这个外人 他们两个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而就在风潇潇的心下 拿不定主意时 头上嗖嗖的树声 几条人影一晃而过 在房顶上飞驰 这个是赶时间的一种象征 风潇潇一起身上了房 而新的消息 已经在这时候传过来了 是逍遥 消息只有五个字 房战开始了 风潇潇惊起 连忙问他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现在才知道 逍遥的回复里 显示着沉痛 哎 昨天我们在线的时候 飞龙山庄主动发动了进攻 具体情况 我现在还不清楚 逍遥是跟风潇潇一起上的线 不过数分钟而已 的确还了解不到什么 但是很显然 飞龙山庄知道 这一战是无法避免的 估计是忍受不了铁击蒙 迟迟不动手的故弄玄虚 要知道 这样对飞龙山庄的精神伤害 是极大的 时时都要提防着对方的偷袭 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安心 那既然如此 索性自己主动进攻 让该了结的事情 有一个了结 这个 大概就是飞龙山庄的想法了 不过既然是飞龙山庄主动进攻 战场不就应该是在铁击蒙的洛阳那边 又怎么会跑到扬州呢 这些问题 一时半会儿都无处解答 风潇潇已经飞身 跟上了前面几人 这几个人 就算不是参加帮战的 也总会是看热闹的 一定知道好戏在哪上演 风潇潇的猜测没错 他跟着这几人来到了扬州的北城门 北城门外就是飞龙山庄 而就在这城门口 战斗已经激烈地打响了 但是出乎风潇潇的意料 他记忆当中 防顶上站满人观战的场面 并没有重现 因为在这个战场上 防顶上都是打斗的身影 可见这一战是爆发的比较突然的 突然到场的群众 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起来观战 而风潇潇的几名领路人 显然是来观战的 因为到了这里之后 几人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一般的帮战 都不会禁止玩家们观看 而帮战的玩家 不会进入观战玩家的区域 观战的玩家 也绝对不进入战场 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定 大家都在默默地遵守 但是战场混乱复杂多变 想在同一平地上做到这一点很难 于是防顶就成了默认的观战场所 而且一般帮战的时候 大家也没那个闲工夫 专门跑到防顶上去打 此时虽然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但总之 防顶上也已经被开辟成了战场 想这么光天化日之下观战 难度很高 最起码得有实力保住自己的小命 风潇潇当然有这个实力 但是这个实在也有些太麻烦了 眼神扫视了一圈 风潇潇突然发现 这附近的茶楼 饭店的窗口 门口都挤满了人 原来观众都躲在这啊 可是即使是这里 也已经没什么好位置了 而且即使站在窗边 也未必就是好位置 风潇潇已经看到 有四人被后面的人从窗口挤到楼下去了 其余没下来的 脸上的表情也比战场上的人还要痛苦 风潇潇的目光再向远处放了棒 突然他发现了一个好去处 这个去处其实也很普通 不过就是北城门上边的城墙而已 但是城墙可是游戏中少有的高建筑 能够跃到城墙上的轻功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 很可惜 风潇潇的轻功是江湖第一 如果在这个江湖上 有一个人能跃到这城墙上面 那无疑就会是风潇潇了 风潇潇闪躲过街道上激烈打斗的人群 来到了城墙脚下 说实话 这么高的高度 风潇潇也没尝试过 为了保险起见 他先跃上了旁边的一座二层楼 然后以此为起点跃了上去 但就如此飞跃 似乎有些单调 风潇潇又迈开双腿 在墙上乱蹬起来 不知是不是因为 城墙从来都没有人擦起过 所以落满了灰尘 风潇潇这几脚下去 也不知到底有没有踩上去 有没有接到力 总之是尘土吉扬 那场面当真是太武侠了 风潇潇顺利地登上城墙 而这个期间 连楼下的战斗 都有了几秒的停顿 如果你能做到 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就没理由 得不到别人的赞赏 但是现在 不是为赞赏流连忘返的时候 所以崇拜 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我会不会有点赞赏流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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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立正地计划